已经宣布是准三级的时候 礼拜天我们就直接请我们公有的一个两个游戏区 来做一个休息庭院的部分 那也谢谢这两处的一个厂商配合我们公所 因为我们封冰箱 原箱部落55岁以上就占了我们的 已经有40到50%的人口数 这是我比较担心的部分 我们现在都已经既然知道新冠肺炎 它的传播媒介是什么 那我们就应该要好好的去正视它面对它 那我们相信病毒真的是无情的 但是我们人是有感情的 希望我们都把大家当做自己的家人一样 保护我们自己也是保护大家 这是我觉得最高的原则 经过港口部落的社区发展协会 各林长以及年轻人 所有的部落的年轻人 一致通过才做这个不对外开放的政策 我们这个地方有一个景点 就在那个人面脸的样子 在活动中心的下方 一般都是从外地的那些游客 自由行的游客啊 有时候两上部车子 甚至于小型的巴士都会进去那边 我们重点就在那边 至于在部落来讲 我们是希望在这段时间尽量不要让外面不是属于部落的 村民尽量不要叫他们进到部落里面 班我们的小朋友 年轻人很多人都在北部工作 他们也自己做决定说 如果家里有事情的话 用电话联络就可以了 尽量这段时间都不要回来 自主管理啦 这样比较安全 对部落来讲 其实像我们这种偏义乡部落 其实长者跟小孩是非常多的 对 那基本上照好像我们学会办的这个生态旅游 基本上五六月 七月的团我们基本上都已经 不是停办就是顺延 那包含相关的一些活动 因为那些活动 它会带来大量的人潮进来 对那 相对的风险就更高了 对这个 这个不能去冒险去做这件事情啦 对啊一定要做取舍 感谢观看